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样样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一一三七 看穿五蕴 整理者 新灯 读诵者 新音 五蕴不离六晨 你要关照五蕴之不实 并非是坐着观一个 所谓的空或无的东西 这样容易会掉入无际 昏沉或进入幻想之中 你当透过五蕴 六晨或十八界 及它们的关系 从中去体悟到空 简而言之 五蕴 十二处和十八界 皆是缘起 这些缘起的现象 当体即空 所以要从缘起来观察 这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我是按照波罗的角度 我是按照波罗的角度来讲的 波罗不分八十 只谈一个心 我简单谈谈为时的概念 五根接触外面的世界 产生了认识 但是这五十是很单纯的认识 就好像搜索兵 他跟外面接触 他看到了什么 只是单纯的把信号调回来 第六意识 就像一个指挥官 这些探索的侦察兵 把信息回归给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 就产生了分别认识的作用 问题是 难道一收集回来 第六意识就能知道吗 并非如此 这些数据 第六意识要透过对照 对比 所以第六意识 会经过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 就像一个疏导 传输的工具 它会掉进来 根据阿赖耶识之前 所铸藏的知识 做对应 对比 它才会再反射出去 这就像我们所讲的 输入与输出 再为时 这叫阿赖耶识的种子 产生了一个人的习气 业力 这个假我 就是一个主观的我 所以 每一个人在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 这个主观的我 对很多事物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 一个人是清静 还是寂寞 有没有定义 所以 当你觉得寂寞 是真实的吗 当你觉得很清静 是真实的吗 但是为什么你有这种感觉 因为依据你过去的知识 经验 你产生了这种感受 假设你没有看清楚 你永远都会被这个概念控制住 而不自知 用这个概念在生活 就是用意识在生活 而不是用般若智慧在生活 比如 我对同一个同学说 你这样学不对 我可以认知我是好意 但是他可以不高兴 谁对 没有对错是什么状态 就是两个人都愚痴 就是一群愚痴的人在谈事情 你是否从小到大都认为自己是好意的 你好意多久了 那个好意是什么意 是妄想 你根本就看不到你的盲点 我管你是好意还是坏意 都是你的妄想 但是很少有人会承认 这是你的好意 也是你自己想的 依据你的知识判断 你认为这是对它好 你在想什么 你也在 你也不知道 你如何不知道 你就是一直想 你哪里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的武运从未停止运作 它会继续下去 它是友情 武运当然可以运作 只要你要看穿它 你看穿它的假象 就不会再被你过去的知识 经验 主观成见所困住 所以 我曾跟一个法师讲过一句话 我从来不相信我自己的想法 这样的话 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我讲的是真话 所谓不相信我的想法 因为它是贼 它跑来跑去 一会儿装君子 一会儿装小人 它背信弃义 它很不可靠 我教你认识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是不可靠的 但是很少人 用这样的名词来形容它 只是讲武运是无常 是空 我已经消化了 所以我不会吐出一样的东西 来给你听 文厚思维 你是否很执着你自己 那些所谓对的想法呢 心平何老持戒 行职何用秀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